各位傳媒朋友,大家記得早前,毛孟靜議員收到有資料,質疑在土瓜灣站有使用一些廢棄的石屎頭去做站內的某部份建築物的用料 港鐵亦都在上星期的鐵路士儀小組承認過有關的做法,指稱有關的位置主要用來擦住隧道的浮力,避免浮起,不涉及任何結構的問題 他們亦都是批准有關的成建商,用有關廢棄的石屎頭去做物料,這個是符合環保的原則 這個是港鐵的說法 我就在近日收到工程界的消息人士提供的兩份文件 就是這兩份文件,這只是卓要版而已,全份是千多頁的,我沒有全部印出來,我是有相關文件的全文 兩份文件分別是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CIVAL ENGINEERING WORDS 和MATERIAL AND WORKMENSHIP SPECIFICATION FOR CIVAL ENGINEERING WORDS 這兩份文件是港鐵所有工程的一般的施工和物料要求來的 他們行內叫這兩份天書,港鐵會根據文件的要求和成建商有個協議 所有的工程都是要跟相關的規格去做的 裡面是關於MATERIAL AND WORKMENSHIP SPECIFICATION FOR CIVAL ENGINEERING WORDS 這份文件裡面有包括關於石屎那方面的要求是怎樣的,OK 好了,我們看回現在要求的資料,我們是強烈質疑究竟港鐵的解釋是否事實 因為根據文件裡面,我現在在說物料方面的文件 物料規格的文件,1.2括弧一段,他寫得很清楚的 是需要全新的物料,這個是基本的要求來的,是要全新的物料,不是一些廢棄的材料去做的 而裡面呢,1.67段也都說 是由您他說的範意 fenomen 更多看來 通編 Communications 它對上那裏也說關於那些碩士供應的檢查是怎樣做的 其實簡單說是有一個很完備的要求 就是這些碩士供應商的資料是什麼 什麼時候供應哪些資料相關的單據記錄 全部是清清楚楚列明的 現在主要的質疑就是為什麼港鐵可以容許用一些廢製的碩士頭 取代一些在合約一般規定是全新的碩士頭 而根據相關的文件 就是我剛才引述的M&W001這份文件 Session 1,1.1,4那裏 括弧4那裏 The contractor may propose materials complying with other equal international or national specification which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the engineer 它說你可以找其他物料的 不過是要有相同的國際和國家的specification 即是要求的 你都要符合法 還有是要有工程師的核准 我的理解也是港鐵的批准 那這些批准呢 絕對不可能是口頭的 應該是要書面的 還有如果是批准用碩士頭取代全新的碩士物料呢 那碩士頭的料錢是怎麼算呢 因為那些是廢料來的 原本是不值錢的 那是不是應該扣減回相關原先全新的碩士料的用錢呢 根據工程界的朋友給我的資料呢 因為現在港鐵說相關的範圍是8000立方米 而有18%的位置是用了這些碩士頭去做填充料 那如果以現在的碩士用料的價格計算呢 相關的款項是超過200萬元的 那港鐵是不是扣減了相關的料錢呢 那工程界的人士跟我們說呢 正常情況下是不會批准用這個行內叫做釀豆腐的方式 去用一些廢棄的碩士頭去充當全新的碩士料 是不會的 因為究竟那些碩士頭的質量是怎樣呢 怎樣去確保它是符合合約的要求呢 究竟它放多少這些碩士頭去做呢 而這些碩士頭的價錢是怎麼算呢 如果不算的扣了那些工料錢相關的承建商 是否會同意呢 根本上港鐵的工程師 正常來說是不會去同意 找一些碩士頭充當一個全新的碩士料 因為合約的規定得清清楚楚 你是應該用全新的物料的嘛 當然港鐵如果可以提供任何的文件紀錄 證明他們一開始已經說不是的 你可以用碩士頭去做的 不需要用碩士全新的料去做的 我要求它全面披露所有的紀錄出來 如果它說不是 合約是規定要全新的物料 不過呢 我們考慮過工程的質量的要求和技術可行性 是讓它用一些碩士頭去取代的 那相關的批核 它可不可以提供相關的紀錄出來 批核紀錄全面公開給傳媒和公眾看呢 它來到立法會全部都是口講的 相關的解釋 那這些紀錄它可不可以給出來呢 工程界的人士就強烈質疑 如果 八字黑字列明的工料要求 可以臨時去改 而不是改同樣或者更好的質料 是改用一些廢料去做的話 那你其他的工序物料 會不會有人都是這樣做呢 而港鐵不是都會批呢 如果是這樣的工程的質量監管 怎樣可以確保呢 這個是很令人擔心的事情 也是違背了應有的合約精神 大家說明是用全新的碩士物料 就應該是全新的碩士物料 你的碩士頭怎樣去環保處理等等 這個是另外的事情來的 所以究竟港鐵的解釋 是不是事實來呢 我們是非常之質疑的 我最後想提醒 如果有任何人嘗試去偽造一些虛假的文書 聲稱說有這些事先的批核 或者是改動過相關的紀錄去做呢 去欺瞞港鐵的最高層 有關的做法可能是違反了防止規路條例第九 括弧三條的 這個是刑事罪行來的 相當嚴重的刑事罪行 我呼籲港鐵應該開城布公 全面披露相關的紀錄 給公眾和專業人士去檢測相關的資料 如果他擺不到相關的紀錄出來 我很質疑究竟他在立法會的說法 是不是在誤導立法會和公眾呢 其實大家看到港鐵沙中線的醜聞呢 由最初頭的紅磡站 跟著土瓜環站 跟著會展站 不同的時間也都有不同的事情被揭發出來 是不斷被擠牙高色去披露 他工程質素和監管問題 我是很擔心現在林鄭月娥 所委任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只是針對紅磡站月台的工程質量問題 和他港鐵的監管問題去看 是根本沒有辦法去全面清晰地了解 整個沙中線的質量問題 究竟有多嚴重 大家知道在早前 有不同議員提出的 以權力及特權條例要求調查沙中線的事件 這些議案都是一一被否決 我今天提出是要求港鐵披露 禮頓 中科和泛信 相關的所有文件記錄和通訊記錄 相片等等的資料 只是一個非常謙卑的要求 希望有助我們立法會和公眾 去了解不同涉事的機構公司人員 他們的說法 如果這樣的資料 建制派都是拒絕 是支持我 如果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去索取的話 我認為他們的客觀效果 是在包庇一些涉案的人士 希望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將一件這麼嚴重的工程造假 涉及重大公眾理的事件 壓下來了 請聽說 請按鈴聽說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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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有意义, 为何的MTR领导演 提出这个事件 到最新的公司的公司 说它是一个普通的建筑 使用棺材的棺材 去复材的药材 which on the face of it violated the requirement of the specification of the MTR and I'm worried that whether the MTR have fully disclosed the scandal to the general public or trying to cover up the scandal as much as they can and I urge the post-establishment camp to support my motion using the powers and privilege ordinance to urge the MTR fully disclosed all the records and the relevant correspondence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llow us to fully understand how serious of the allegations and we can have a more clear picture about the incidents Okay The question of thein god How do we get back to the news? What does this mean? I didn't know it was the first time Today is second to be Tuesday I was a first to come back to eux It was a second hour I was considering whether and from yesterday to the public I was starting to review the information 還有我希望港鐵回應有關的質疑 這不是我個人的質疑 我強調我是問過超過一個結構工程師去提出的質疑 我補充一點 大家試想一下你是港鐵的工程師 如果有承建商無緣無故走來跟你說 我們不如找石屎頭取代全新物料 你會不會去花心神去驗那些石屎頭 究竟質疑是怎樣 會不會花心神跟他爭拗那條數 應該扣你那些工料錢 會不會呢 正常來說是不會的 只會說你今次合作做吧 合作是全新的物料 你就用全新的物料 你說那麼多做甚麼 這些是桌底的做法來的 工程界人士跟我們說 桌底做法填了下去 沒有人知道不說 好 那就算了 但是不會有事先的批核 你港鐵如果真的有事先批核 你拿出來給人看 如果是這樣的話 港鐵其他工程 那些承辦商就周圍跟你 問你要求 看看能不能用廢料取代新料 那些地方如果不是涉及結構安全 就全部廢料取代新料 這樣的做法 是不是港鐵鼓勵的呢 我認為是絕不可取 OK 等等 我有全份的文件 每一份是千多頁的 我就沒有印出來 我這樣擺放又如何 我這樣擺放又如何